今天我们家的男保姆又承担了更多的任务 现在她的肚子底下有十几只小鸡 密密麻麻的都是小脚丫 床位不够了 小黑鸡还站到外面来 还好现在天气比较热 小鸡 小鸡 看男保姆一直看着我的手 哈喽小鸡 这个男保姆工作表现怎么样 带的好吗 哎呀 好下来下来下来 下来吧 床位不是很够啊 还有一只直接蹲到那个饭盆里面去了 这只小鸡又钻回去了 哈喽 小鸡 今天这只鸡它都不啄我了 昨天它还会啄我的手 今天就已经跟我熟了 哈 它现在已经会叫小鸡吃饭了的 看这个托份盘上面 掉了这么多小鸡饲料出来 就是因为我给它的时候 它一直巴拉像母鸡一样 一边叫 然后一边巴拉叫这些小鸡 掏你的宅 掏你的宅 哎呀 它都不啄我了 都不好玩了 给点吃的 看看它会不会叫小鸡吃 鸡鸡 快吃饭 这只小黑鸡忍不住自己出来吃了 怎么不叫宝宝吃饭 估计它自己不饿 然后它就不叫这些小鸡吃 啊 咯咯咯 还是说我看着它 它害羞啊 害怕我吗 啊 它好像开始叫小鸡吃饭了 哎呀 这小鸡 这是小黑鸡 啄人家的脚丫子 咯咯咯咯咯咯 它刚刚叫了两声 快点表现一下 可能我在这里看着它 有点害怕我 它其实跟母鸡很像了 母鸡蛋小鸡也是会蹲在那里面 在一个石槽旁边 既可以给小鸡取暖 然后又可以随时吃到东西 它现在就是这样子 本来呢 它是蹲在这个蓝色的兜兜这里的 因为这个是石槽 我放了一个碟子进去 然后它就往那边蹲了 一直保持着蹲着的姿势 还有小鸡在它的肚子底下取暖的 它怕这些小鸡着凉 可能它的那个母性 要慢慢的觉醒吧 一开始它是只会给小鸡取暖 然后现在的话 会慢慢的叫小鸡吃饭了 过两天天气好了 然后小鸡大了一点 我就把它们放到外面去 让它带着小鸡去草地那里找吃的 哥哥 叫宝宝吃饭 哎呀视频看完了 点个赞吧 点个赞浓